另外招商证券发表了钢铁行业研报指出 由于框架维持低位震荡 钢架持续阴跌整体行业盈利下行 他认为下半年投资逻辑仍然是关注有事件性预期的标的 以及有业绩支撑的标的 他提出了这样几个 可以看一下经经济一体化概念当中的河北钢铁首钢新兴 事件性预期推动的标的包括南钢三钢八一 国企改革标的五钢股份保钢 还有一带一路等概念 比如说九钢八一西宁特钢等等